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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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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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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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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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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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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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咱们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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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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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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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咱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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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咱们 咱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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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咱们 咱们咱们 咱们咱们咱们 罪类事很多很多 无量皆来 都是忏悔法院 当你不了解别人 不应得别人 轻易莫言语批评别人 那种批评 说讽字话 都是罪恶呀 都是罪恶 有的大德 比如说我们过去主持 秘云无主 他有个徒弟 叫浩岳 他因为他比他师父强多了 但是呢 有的师父把他仗来了 他有一天夜晚上 他的明月很亮呢 他自己啊 在那叹息 他的名字叫浩岳 浩岳当空照 可恨 秘云者 他说他让他师父把他给占了一种 他本来的本事啊 很大的 就月亮一样浩岳当空照 他名字叫浩岳 可恨秘云者 他也是很了不得的 大成就的呀 护法神马上就出现了 跟他说 浩岳啊 你知道你师父是什么位子吗 你师父是八地菩萨 你还早呢 你还没入菩萨位呢 就是故事什么呢 就是不要看不起别人 不论大成小成 这个最后都同等的了 撒盗阴望久 不论你学大成小成 印和成都得清静 都得清静 因此呢 这些罪都有忏悔 在我们当中 我们要拿着做例子了 拿着做例子了 我为什么智慧开不了 过去有这些个罪啊 没看清静 看清静智慧就开了 说我们后来 治愈了无量祝福 也成亲近 成死供养 又治愈了无量的菩萨摩克萨 也是亲近 成死供养 以佛 以菩萨摩克萨前 都深深惭愧 发露忏悔 所有的业障 我们以佛 以菩萨摩克萨说 皆得听受 无量法门 无量法门 精勤护持 修学无量 难行的苦恨 有比业障 有余为尽 令我等败 未能证得南乐涅槃 未能证得三摩地 俗生法门 俗生的功德 因此 对佛忏悔 为什么不能证得呢 有业障 因为做了种种的乐业 也剁了到乐道 受种种的苦 后来嘛 也亲近供养了 很多这些菩萨 也听了无量的法门 也能够精勤护持佛法 也能修行佛道 但是有过去业障重了 好没有把业障缠净了 业未全净 说挣不得涅槃 还成不到佛 挣不得三摩地 今天就讲到这里吧 孟参老和尚 1915年7月13日 生于京吉林省白城地区 1931年 在北京房山县都率四出家 一生学通显密 教通八宗 畅讲华言 力红地藏 随蒙雷蟹之灾 三十三载 弘法兴致未曾烧歇 于2017年11月27日 在大陆武台山安详市集 享受一百零三岁 感恩孟参老和尚 一生眼说大称 少龙佛种 缅怀风范 祈愿老和尚早日趁愿再来 慈敏独众 利乐有请 认识中华护生协会 兵持佛陀 无缘大慈 同体大悲 以及众生平等 慈悲相待理念 慈悲置业于2002年 成立了中华护生协会 以倡导救护一切众生 尤其时代环境变迁 放生一定要配合政府 所宣导的保护生态环境 以及物种生存条件 等各方配套措施 在放生更要护命的宗旨下 护生协会这几年 都采用筹建护生园区的方式 来拯救生命 以安养物命的方式 来推广来救护生命 目前 护生园区于宜兰 共有四处园区 新北有一处园区 于云嘉南地区有十处 高平地区六处 金门设有一处 护生协会 在众生平等 慈悲相待的理念下 所推广的会晤有 一 不定期举办各类护生救生活动 以教化世人尊重生命 爱护生命 二 任养清寒学童的活动 筹集清寒子弟助学专款项目 以及提供海外僧企业 护经费 待国外僧众寻找 护取功德主等行动 三 国内外疾难救助 以及 应生未生胎儿的免费超度登记 四 协助佛教慈悲至业基金会 2021年结下的防疫共僧包 发放等 只要是护取众生 利益众生的善行 都是护生协会所努力的方向 无私分享的爱 在巴西 有一只名叫艾玛的流浪狗 它从小便被遗弃在垃圾场里 因此它和垃圾场里的动物都变成了好朋友 艾玛 你找到吃的东西了吗 还没呢 最近能吃的东西实在是太少了 你跟我来吧 我发现了一个地方 那里的食物还不少 我带你去吧 真的吗 那真是太好了 实在是太感谢你了 艾玛 和我客气什么呢 我们是朋友嘛 过去你也帮了我很多次啊 来 快跟我来吧 艾玛 快来吃吧 我们在这里找到好多食物呢 艾玛来了 快让个位子给它 艾玛 你来我这里 这里有很多吃的 谢谢你们 艾玛 饿了吧 快吃吧 我们都已经吃过了 是啊 我们让黄猫去找你 没想到它这么久才找到你 哼 我已经跑很快了 你们也太不够意思了吧 只顾着自己吃 也没替我和艾玛多留点 嘿 别着急 我们给你和艾玛 留了好多食物呢 后来 艾玛生了五只小狗 随着小狗一天天长大 它开始为孩子们觅食 但由于在垃圾场 能找到的食物太少了 艾玛只好在晚上 跑出去寻找食物 艾玛的孩子已经能自己出来玩了 你看这五个小家伙 多可爱呀 是啊 艾玛可真了不起 一下子生出五个这么可爱的小宝贝来 以后我们这里可热闹了 哎 热闹有什么用啊 这五个孩子都要张嘴吃饭的 我们这里能找到的食物太少了 哎 这该怎么办才好啊 是啊 我们这里的食物越来越少 不过没关系 只要找到吃的我们就会封给你们一份的 谢谢你 可是这样下去也不是长久之计啊 实在不行的话 我们只能去外面找吃的了 只是外面太危险了 一旦离开了这里 就很容易会被人抓走 嗯 这也是个办法 只要晚上出去找吃的 别被那些想捕捉我们的人发现就可以了 于是每当夜幕降临 艾玛便会出去寻找食物 然后带回来给自己的孩子吃 也会分些给垃圾厂里的朋友们 你们乖乖在这里等着 妈妈去给你们找食物吃 嗨 我的朋友 你也过来吃点吧 不用了 你跑那么远为孩子们带回来的食物 我怎么能吃呢 况且我也不饿呀 你的肚子替你回答了 快过来吃吧 我今天找到不少的食物 一起吃吧 那真是太谢谢你了 在巴西 有很多热爱动物的人士 帮助着像艾玛这样的流浪动物 而维尼就是其中一位 每当他遇到流浪的动物 就会提供食物给他们 维尼 你又准备了食物 要给那些流浪猫狗吃吗 是啊 那些猫狗实在太可怜了 他们被主人遗弃后 只能在垃圾堆里翻找食物 而且经常饿肚子 我没有太大的能力 只能尽自己所能 让他们吃顿饱饭 威尼 你真的很有爱心呢 其实世上所有的生命 都有一颗善良的心 我看那些流浪的猫狗 它们彼此之间也是充满爱的 你看它们 从来不会占为己有 都是和别的猫狗一起分享的 嗯 真的耶 而且猫和狗 竟然能和睦地一起吃饭呢 与维尼家相距六七公里远的垃圾厂里 艾玛和她的朋友们 就没那么幸运了 垃圾厂里能找到的食物 已经越来越少 而艾玛家的孩子们 吃的越来越多 唉 艾玛 怎么了 是啊 这几天 看你整天愁眉苦脸的 发生什么事了吗 你们看 我这几个孩子 越长越大 东西也越吃越多 而我们这里的食物 却越来越少了 是啊 最近总是很难找到食物 可不是嘛 昨天我到垃圾厂外面 转了好大一圈 都没找到吃的 嗯 你们这么有本事都找不到吃的 那我们鸡就更没办法了 唉 我们不会被饿死吧 你别这么说 只要我们能找到一口吃的 也会分给你们一份的 唉 可是今天一整天 我们连一口吃的都没找到呢 大家别灰心 今天晚上我跑远一点 我想应该能找到食物的 对呀 到人类住的地方去找 那里一定有食物的 人类住的地方 离这里可是很远的 而且万一遇到了捕杀流浪动物的人 要怎么办 你们不用担心 我会有办法的 为了 为了找到足够的食物 为了找到足够的食物 这天晚上 艾玛趁着夜色 跑了六七公里的路程 来到了人类居住的地方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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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终于到了 艾玛非常幸运 她遇到了正在喂食流浪动物的维尼 维尼看到她后 立刻给了她一份食物 喂 那只狗狗 你也过来一起吃吧 你饿坏了吧 快吃吧 看来你真的饿坏了 吃吧 多吃点 我这里还有好多面包呢 当艾玛将食物吃完后 维尼又丢给了她一块面包 艾玛撩起这块面包后 转身离去 咦 怎么 没吃饱吗 我天天晚上都在这里哦 如果你没东西吃 可以来找我 看来她真的是饿怕了 还要为明天准备食物呢 接下来的几天晚上 艾玛都会出现在维尼面前 而且每次都会叼走食物 这让维尼感到非常疑惑 她为什么每次都要带走食物呢 好奇的维尼决定尾随艾玛去 一探究竟 这里应该是她的家吧 原来她是将食物带回家呀 维尼跟着艾玛走进垃圾场后 不由得被眼前的情景感动呢 艾玛正把带回来的食物 分给垃圾场里的流浪动物们 有猫 有鸡 还有小狗 啊 原来是这样 真是太令人感动了 这只流浪狗 每天晚上走很远的路 为这里的动物觅食 这真是最无私 最纯净的爱呀 从那之后的每个晚上 维尼都会准备一份绑好的食物 让艾玛带回去给同伴们吃 这包食物是给你朋友的 我已经绑好了 这样你带回去的时候 就不容易散掉了 透过维尼的帮忙 艾玛生下的那五只小狗 都被人收养了 但艾玛仍是继续为其他动物 带回食物 你朋友的食物 我都准备好了 来 拿着吧 对了 你的孩子们都很好 他们的主人都非常喜欢他们 你放心好了 为了艾玛 维尼放弃了旅行 也不会在外面逗留太久 因为她知道 艾玛每天晚上都会去她那里 为同伴取食物 她是那样的依赖着我 这是我们对彼此的承诺 因为她每天都会来 来为自己的同伴带回食物啊 在外面逗留太久 她是否有本性的 她是否有本性的 一亮生命的一盏灯 看见世界的美好 请尝念南无虚迷灯光临来